他叫李一江是一个同性恋 同时呢 也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一名高赛生 在受到四名同性恋轮番侵犯之后 他用了两年的时间 连杀了六名同性恋 并且得到了一个外号 叫做阉割狂魔 因为呢 他把人杀死之后 还会残忍地把人家的下体给割掉 但之所以这么残忍 和他从小受到的侵犯和虐待 有很大的关系 在2003年 北京的警方呢 破获了一起连环杀人案 那本身呢 连环杀人案已经够恐怖的 但关键呢 这受害人全部都是同性恋 而杀人的 竟然是一个北京理工大学的高材生 他的名字叫做李一江 这李一江呢 大家看照片呀 长得眉清目秀 通过审问呢 警方也了解了 李一江这悲惨的一生 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1980年呢 李一江出生在新疆 他的父母呢 当年都是从山东 搬到新疆那边救无工的 后来就在新疆定居了 李一江上面呢 有两个哥哥 由于当时新疆的条件特别差 所以呢 李一江从小就被送到了 北京的姑姑家 他的姑姑呢 对他特别好 让他感觉到非常幸福 而在他十来岁的时候啊 这姑姑家出了一些变故 所以呢 没办法啊 只能把他送回新疆了 当时的李一江还特别开心 他寻思着 终于能和父母见面了 终于能和两个哥哥 一起嬉叫打闹了 可是现实呢 就狠狠地扇了他一见耳光 回到新疆之后 他发现了 原来他母亲啊 患有这个精神分裂症 平常呢 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犯起病来呢 还去逮谁逮谁 尤其是这三个孩子 那那两个哥哥呢 由于从小守着母亲呢 这一看母亲不正常了 马上就跑 李一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年纪又小 跑得又慢 所以这李一江呢 没少被他母亲暴打 那这种状态呢 也让李一江从小 对女性呢 产生一种仇视的心理 而当时的父亲 对他特别好啊 没事还护着他 那在李一江少高中的时候呢 他这母亲的病 终于是有点好转了 不再打扮他们呢 可是现在父亲又突然变了 因为父亲呢 常年工作没什么起策 那现在面临着三个儿子 家庭生活压力特别大 然后呢 就开始酗酒 以前对他特别好的父亲呢 现在喝完酒呢 对他也是费打鸡骂 整得他呢 就不想回家了 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呀 他每天下了碗子洗衣 基本都是不回家 然后就是在这个街上游荡 游荡到深夜 回家直接睡觉 家里边也不管他 而在他15岁那年 李一江呢 遭受到了人生中的 第一次侵犯 沈南那一年呢 有一天晚上 他也是下了磕 在街上游荡 正好在一个路口啊 不小心碰倒了一个人 当时两个人都倒了 李一江就赶紧爬了起来 然后把人扶了起来 这被撞倒的是一个 大概年龄30岁左右的男人 李一江呢 赶紧给人道歉 说了哥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对不起 没想到那人说的 没事小兄弟 我刚才不小心 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没事 没事就行 哎 你看呀 咱们俩怎么一碰场 就是相识一场 我看你说话挺客气的 你这么着 哥哥请你喝酒 啊 李一江 那晚上也没事 那就跟着人去了 这个男人呢 就带着他呀 来到一个小饭店 两个人呢 点了两个菜 点了两瓶酒 就开始喝酒的 而且这男的呢 是故意灌他酒 没一会儿啊 李一江就喝多了 男的说 操兄弟 你们家在哪啊 我把你送过去 李一江 走路都站不稳了 就被这男的呀 拖着走出来饭店 刚开始呢 他寻死着 是吧 你把我送到家 我得好好感谢你的 哎 可是呢 他慢慢的 就被个男的呀 拖到一个 披荆的小壶洞里 到了这 四下无人了 男的呀 就展现出来的 丑恶的嘴脸了 然后呢 他直接把人李一江呢 摁到了地上 把人衣服拔了 李一江一看 这啥情况啊 这这 喝的酒 也不能这样啊 这是 哎 但是呢 他想反抗 可是他不剩酒力呀 一点戒都没有 随后呢 他就被这个男的 给强行侵犯了 然后呢 人男的就跑了呀 李一江 躺在这地上 哭了半天呀 哎 缓了半天啊 生气 郁闷 愤怒啊 啊 回到家里边 哎 洗了好几遍的澡 这才缓过来的 从此之后啊 他每天的书包里边 都带着一把尖刀 放了穴呢 就在这街上晃悠 就寻思着 我一定要把那个男的找着 我一定要捅死他 啊 但是那个男的呢 就像是消失了一样 再也没有出现 不 这个事呢 让李一江呢 也是一直耿耿于怀 那在心里边 种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 但是呢 他又觉得自己 就是好像脑子 有点控制不住啊 为什么呢 当时在这 他做回想当时的状态 他反而还感觉有一点 就挺愿意接受啊 此时呢 他就慢慢地知道自己 可能这方面有点问题啊 这个取向方面啊 而同时呢 他现在就一个想法 那就是离开新疆 离开父母 唯一能够离开的办法 就是考大学 考出去就自由了 李一江本人学艺特别好 最后呢 通过努力在2000年的时候 他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 那李一江呢 顺意又回到了北京来上学 入学的时候啊 同学们后来采访说了 在印象中 李一江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 身高一米吧 鼻梁高挺 双眼炯炯有身 啊 属于一个标准的帅哥 他这个形象呢 在学校里面很受女生欢迎 好多女生在追求他 但李一江呢 一直是不接受 一直不谈恋爱 这哥们儿们还问他呢 说你 人家追你多漂亮啊 你哪不谈呀 李一江当时就说 那个爱我 你 我想好好学习 所以呢 就不想谈恋爱 实际上 他知道啊 自己根本不喜欢女生 他喜欢男的 在这呢 咱简单说一下 其实同性恋 他不是病 那是基因里边带的 你包括 很多名人 人家主动说自己 就是同性恋 说自己出柜了 你比如说 那个篮球巨星 韦德 他儿子 这不都变性了吗 不也是 活得挺好嘛 包括现在苹果的CEO 库克 公开承认自己 同性恋了 但是你想吧 现在这个社会 在国外 人们还能接受 现在你的国内 人们都不好意思 主动承认 是吧 更何况是在 两千年的时候呢 李一江呢 就一直把这个秘密啊 隐藏在心里边 那后来过了一年呢 这好哥们处得都不错 同学们呢 在一块喝酒的时候啊 李一江 就和那几个哥们说了 说其实啊 自己喜欢男的啊 刚开始同学们听了 也是觉得 哎呀 就感觉啊 怎么和你在一个宿舍住着 有点害怕 但是慢慢的 也去接受的 大家相处还挺好 可是呢 到了大日下卖讯息的时候 这李一江呢 突然是办了一个休学 后来才知道吧 这李一江呢 在北京啊 本身家里边 也不给多少生活费 然后他就一直在兼职啊 比如说去麦当劳里边 当小时工 这慢慢的呢 他就知道了 毕竟是北京大城市嘛 哎 北京有几个 那种所谓的同性恋酒吧 他呢 没事就去这里边喝酒 然后在这酒吧里边 认识一个叫做 唐骁的男人 这个男人呢 本身长得挺帅 而且人是个富二代 两个人见面之后呢 就情投意合的好上了 好上之后 这唐骁知道的 李一江家庭交界很一般 经常打工嘛 所以就说了 哎 别受那个罪啊 我在北京啊 好几套房子 我给你提供一套房子 你就住那儿就行了 李一江当然很开心呢 两个人就 很甜蜜地住到了一起 说白了 李一江 他就是被这唐骁给包养的 在他的眼里边 他就觉得唐骁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就想一心一意地给人好 可是这唐骁呢 人家玩的话 只是把他当作的 其中的一个玩伴 后男的唐骁还经常给他介绍一些 就这方面的人 大家互相认识 李一江接受不了 我说不行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唐骁说 那你不能限制我 我该怎么玩怎么玩 你该怎么陪着我 怎么陪着我 李一江害怕失去当笑 故意在这种状态下 一直强忍着 那过了一段时间呢 人唐骁把因为工作上 业务上有些事呢 就去了外地 去外地很长时间 在这个空上期呢 李一江觉得挺 没意思的 然后呢 就去酒吧里边喝酒了 说有一天呢 在喝酒的时候啊 认识了四个陌生的男的 这几个人呢 坐在旁边 就给他吹口哨呢 就把他叫过去的 都在这种同性恋酒吧 大家也都清楚嘛 后来聊了一会儿 大家都承认了啊 都是同性恋 李一江呢 在这个桌子上喝了不少 然后呢 喝得挺高兴 那四个男的呢 就说 走餐换地 接着喝去 李一江也挺高兴的 就同意了 然后就跟着 这几个男的就走了 紧接着他被带到了 酒吧附近的一个公寓里边 进去之后呢 大家伙接着喝接着聊 慢慢的 李一江啊 也不知道是酒喝多了 还是说这个酒里边 放了什么迷药之类的 然后呢 他就睡着了 而等他醒来的时候呢 他是疼醒的 那睁开眼的时候呢 那画面怎么说呢 四个字带形容吧 满身大汗 就是这四个人呢 正在侵犯的 整整折门三个小时 过程中呢 李一江是非常痛苦 他觉得说 我虽然是喜欢通英恋 但是你妹 不能这么着折磨我呀 同时呢 他也想起来了 十五岁那年 在那个夜晚 在新疆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男的 这感觉比那海 还疼呢 他就非常郁闷 非常气愤呢 可是呢 他是被绑在这暖气片上 他也反抗不了 完事之后呢 这几个人就把他放了 他呢 也就正常地走了 这承受了 不该承受的痛苦之后 他也觉得丢人 他也不想报警 但此时的李一江呢 心里边有个复仇计划 他觉得 怎么 每一次磕酒 就遇到这些人呢 怎么 每次受伤都总是我呢 我不行 那架上那会儿 磕啸瓶闹矛盾吧 那不小活的 但我不小活 我得弄死你们呀 你们这么欺负 我不行 然后呢 就有了一个 傻人的计划 后续的时间呢 李一江啥也不干 就是各个酒吧呀 低厅啊 网吧 这些娱乐场所呢 就转 他就想找到这几个人 而且呢 他这个计划还挺缜密的 他知道我这四个人 他不可能 一块把人弄死呀 我得逐个击破 有一天 他在网吧里边转悠呢 看到了其中 当年侵犯他的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姓罗 他就在旁边躲着 这罗母在旁边上网嘛 过了一会儿 罗母去的卫生间 李一江赶紧 就上这电脑面前呢 把人这个QQ号码 给记得下来 回去之后呢 他假装陌生人 添加了这个号 就和人家聊天嘛 聊的都是挺露骨的 也说了我是同行恋啊 咱俩是吧 那见面嘛 嗯啊呀 嗯 然后呢 这罗母挺开心呀 觉得是魅力挺大 那见面吧 罗母呢 就把他约到自己家里边了 这一开门 罗母发现 这小子 见过呀 见过呀 你 那李一江呢 也没装 就说了 咱们不是有过一面之缘吗 没事 当时那个事呢 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 我能接受 我也不记恨你嘛 那现在咱们俩单独相处 该怎么处怎么处呗 这罗母一听这话 放松警惕了 说了行 那来吧 咱们既然 来了咱们就切磋切磋 然后呢 这罗母就开始脱衣服的 就正常脱衣服嘛 就这么把衣服撩起来的时候 正好护住脸的 李一江呢 背了个背包 背包里边是一把尖刀啊 趁着这个空道 他拿出来刀 冲着这罗母的胸口 是一刀就扎了进去 罗母据说 当时呢 连喊都没砍 直接就死了 李一江呢 就赶紧跑了 而据着李一江不议了 他说呀 当时报完仇 那种快感 那种快意恩仇的感觉 那种解气的感觉 那是无以言表 后来呀 他又通过同样的方法 不管是在酒吧呀 或者网吧 或者低厅里边 又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另外三个侵犯的的人 全都约了出来 约了出来呢 也是逐个鸡铺 把人全杀了 并且是残忍的 把人家的下体里 搁了下来 这也说明 他对他们是多么的恨 让你们瞎弄 我没收你们的作案工具 那此时呢 他已经把这四个人 全都杀了 这过程中呢 他还一直在 和那个唐霄 保持密切关系 后来警方去询问 这个常销了 唐霄说了我 我并没感觉 当时这李一江 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啊 反而我感觉 他比以前要开心了 比起爱笑的 那是啊 他现在报仇的 他肯定高兴啊 杀死的这四个人之后呢 李一江觉得自己挺爷们的 挺有成就感的 那随着这杀人案越爱越多 警方呢 把这案子一汇送 发现了 这事儿啊 应该是个连环杀人案 因为死去的这些人呢 都是同性恋 后来根据这个IP地址啊 最终在北京的一个小区啊 把这李一江给逮了起来 李一江也终于承认了 自己的杀人事实 那前面怎么也说了 这李一江的母亲 患有精神疾病 当时呢 警方也为他做的精神鉴定啊 但是发现了 李一江没有任何的精神问题 是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的 最终在04年的时候 李一江被判除了死刑 当听到死刑这个结果的时候 李一江没有任何的表情 非常的平静 那同年的8月份 他被执行了死刑 李一江死的时候 年纪24岁 那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呢 其实很多人呢 也觉得李一江是值得同情的啊 虽然说他杀人是不对的 但是之前他被别人 就这样一次一次的侵犯 毕竟算是别人有错在先的 他这个案子呢 也让我想到一个词呢 就是所谓的酒后乱性呢 你说你这两次呀 都是因为喝了别人的酒啊 完事呢 别人把你给带走的啊 把你给一顿折腾啊 小伙子呢 长得挺帅气 还是这样一个高材生 你如果正常毕业的话 参加个工作 但就说了你不接会 你也会活得很潇洒的 可是呢 就选择了这样的方式 自毁前程 即使要怪 就怪15岁那年的 那天甚夜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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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